欢迎大家来到Simple A Class的YouTube Channel 你走过时就会叹咬着耳朵 打装 或者机场飞机起飞 例如冲上云超义 一上飞机听到市场把声 很吵 所以我们讲生intensity level 我们如何去描述它 原来是跟一个reference point有关 就是我们认为耳朵最小最小听到的intensity 原来我们叫做flash hole of earring flash hole of earring 就是我们最尽最尽听到最小的声音 原来是10HP-12 这么小的单位 我们耳朵都算几零分 所以同时遇到这些 可以看到10HP-12 是否很小 我不用Nord Scale去表达它 我根本比较不了 所以我们这里 其实这个beta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decibel 休息 4点开始 好 现在打 OK 好了 这个decibel 原来就是比较 跟这个reference of earring 随法 就是给你现在听的intensity 去除 举个例子 譬如我现在拍片 去录音 旁边是不是很吵 旁边很吵 旁边很吵的时候 譬如哪个很吵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说话是不是要大声点 那他录音的时候才会听到 如果不是现在我说话 小小声 你听到我说话 你应该是听不到我说话的 对 所以这就是试试的 intensity 其实是人类听到的 是一个比较 为什么要除 比较 比较 比较你听的时候 旁边的background noise 和你自己的声音 intensity 的difference 但是这个比较很大的数字 如果我就这样 摔了graph 可以去到十几万 由一到十几万 你将graph paper 是不是要hold到九龙华乃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 我不会这样做的 我用一个lock scale 逢这些variation 这么大 我们就会用lock scale 可不可以 解锁了它 除完之后 这个数字很大 不要紧 拼锁 拼锁 举个例子 大一千倍 如果大一千倍 比起我这个大一千倍 除完都是一千 lock一千是多少 lock一千是 五四三二一 不是给你逃数时间 lock一千是多少 三 可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一千 是10 是10 好不可以 好 10 10 就是30 原来一千倍 只不过是30db 所以你会发觉 db升一格 即是多少 大了 yes db升一格 即是1 1 1 除10 即是0.1 0.1 0.1 原来是1.26 原来db升一格 即大了1.26倍 如果db升10格 原来db升10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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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beta是10 我都不厌其反 我都不厌其反 寫多一次 就是因为这个色非常重要 一定要记得 如果beta是10的话 10 over10 lock i除i lock 发觉这个就够了 OK 好了 即是i除i lock 就会是10到1 原来db升10格 即是intensity升10倍 是不是好像刚才教你地震的情况一样 是的 地震的时候就是什么 db升一格 amplity就大10倍 现在db升10格 因为我成了10 那么 intensity就会升10倍 明白吗 知道什么的lock scale 怎么用 搞定 为什么要买完 我想刚刚的内容 应该帮到大家不少了 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 欢迎你们留言 来问我们 如果想知道我们最新的资讯 就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拜拜